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是一期情人节的穿搭视频 然后呢情人节快到了 在这儿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这个情人节也是我和刘同学少有的几个没有在一起过的情人节 那今年呢我的好朋友会专门从西安来上海找我 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和好姐妹一起过情人节会更令人期待和纪念 那今天这个视频里呢我继续和大家分享五套我为这个情人节准备的穿搭 那穿搭很重要之外呢其实手势有时候也会起到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 在这个视频里面给这每一套穿搭都搭配了不同的手势 那它们能继续都来自于我最喜欢的一个纽约品牌安娜路易萨 有一些是我已经佩戴了很久 然后有一些是我刚刚收到还比较热乎的一些新出的款式 那趁着这个情人节呢正好他们家官网也有活动 如果大家想更新更新自己的手势盒的话 我觉得他们家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那我会在接下来的每一套穿搭里面详细和大家介绍我都搭配了哪些手势 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 那我第一条裙子好像占一看还挺不是我的风格的 但其实这套裙子我也已经买了好长时间了 我大概去年秋天的时候就已经买来了 就是我第一打眼看到这套裙子 我觉得它是为数不多把这个颜色和印花平衡的刚刚好 因为有很多就是颜色比较鲜艳的裙子 如果家喻不好的话就很容易穿出比较艳俗的感觉 但这条的话我是觉得虽然它是一个红色 但它上面的这个黑色的印花就会把这个红色压下去很多 让你不会觉得说太过跳脱 但同时它在这种情人节过年 或者说你去参加一些聚会这种需要你穿的稍微 拥重一些的场合的话它又会很应景 现在这样的话大家就看起来总会觉得缺了什么 今天搭配的第一套手势呢是这样的一个成套 我之所以选这个作为第一套呢 是我觉得我整个人的这个穿搭就已经非常的跳脱了 如果说我的手势上面再去选择一些非常大非常夸张的 那我会觉得稍微有一点太多 但是我又不想说把它搭配得非常的素 所以就选了稍微亮一点的手势作为一个搭配 可以看到耳环的这个地方它是会有一点小的宝石 然后下面也是有一个亮闪闪的吊坠 那这种红牌其实在晚上有一点灯光啊什么的 它会反射出来就看起来还挺好看的 那它鞋子的上面呢我选择了甘女的这一双 西部靴 这双靴子它的一个作用还是说很好的去中和一下这条裙子 穿上着我就很帅气 然后因为现在的情人节毕竟这个天气还是比较的冷的 上面搭配一件这样的丝绒西装 然后这件西装来自于Margaret Howell 它这个丝绒的材质就会在这个比较冷的天气增添一些比较温暖的感觉 这个黑色其实配这条红裙子也是比较的搭 下面这一身呢整个颜色相对来说就会更加的素一些 然后这条衬衣其实我在之前的视频里没有和大家分享过 是来自于Cos 其实像我觉得这种蓝橙橙是非常非常实穿的 它的适用性的场合很多 不仅适合于你平常的一个通勤 那你在约会的时候也是完全可以去用它做搭配的 如果是你上班这种比较正式的场合 你就可以把这个扭扣给它全部系起来 但是如果说你去约会啊或者说去玩的时候 那其实你的这个扭扣可以给它解开一两个 甚至于说如果你里面穿一件非常好看的内衣的话 你可以稍微给它开低一点露出一点点这个内衣的边也是完全OK的 那下面我搭配了还是一条来自于Cos的这个摆折裙 那其实我个人去搭配这种摆折裙的时候 我是比较喜欢上面的衬衣去搭配一件这种比较长的 然后不用把它扎进去 穿起来我是觉得比较舒服比较自在的 那这件大衣呢也是我之前在视频里面有和大家分享过 今年冬天也穿了很多很多次 它的整个的一个面料都非常的柔软非常的垂坠 然后穿着的话就很显薄就很显气质 下面这张靴子呢我还是搭配了这个by far的长靴 但是穿这个靴子的话你就不用去担心说里面还需要穿打底裤啊什么的 直接一个长靴就可以解决掉你的这个保暖的问题 然后因为今天这一身它属于一个颜色比较肃静 所以呢我在首饰搭配上面就选择了稍微比较明显一点的首饰 耳环的话是这个比较大的圆圈的耳环 这个耳环我真的是戴了差不多有大半年了吧 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首饰之一 当你全身穿的比较的就是简单或者说比较的肃静的时候 我觉得搭配一个这样的耳饰就非常的合适 因为它其实造型很简单 但是它却非常有存在感 那我其实在搭配了这大半年的时间内 也有质感和光泽度还是和新的一模一样 所以我非常喜欢 项链呢就搭配了一个这一种 看起来若隐若现有非常精致的这样的一个项链 如果说你把这个钮扣给它解开的时候 我觉得它在这个脖子间然后它有不同的光影的话 就会有一定的反射 就是有这种若隐若现的感觉 如果说你把这个钮扣给它全部系起来 我就会特别推荐你把它去带在这个领子的外面 配了一个这种小一点的圆环 然后它是稍微有一点点宽度的 然后这个也等于我在我的首饰盒里待了好长时间 然后我大概一周都会拿出来戴一戴 就很精致 而且它的一个光泽感非常的好 虽然小巧但是富有存在感 太好看了 然后今天的链子呢 我就准备带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锁骨链 它其实基本上没有任何吊椎 但是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 它的最中间有一个很小很小的这个小圆片 因为我今天穿的这个毛衣的领稍微会高一些 所以我会把它带短一些 这个链子你还非常适合去和其他的一些项链做一个迭代 今天这个呢就是我的第三身 继续选择的裙子这样的一个搭配 因为我平常真的是一个很少很少穿裙子的人 所以我会抓紧这个时间 给它多穿一两次裙子 年前入的这件Arcade毛衣 这个毛衣其实我看见摩托穿 我已经喜欢很久很久了 但是我想说我今年好像黑毛衣还挺多的 最后还是想了想把它入回来了 因为它和我其他的黑毛衣不太一样的是 它侧面的这个细节就真的很抓人 你里面去配了这种比较好看的衬衣的话 你完全可以把这个给它拉下来 你想让它更保暖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这样子给它完全拉起来 它侧面就是一个这个样子 就我其实觉得它这个侧面的拉链的设计 真的还挺好看的 然后并且也挺独特的 然后我下面呢搭配了一条白色的裙子 这个裙子继续来自于COS 那这条裙子它的一个材质是棉的 我个人觉得它是可以一直穿到四五月份都没有问题 追度和做的这个下摆的一个弧度都还挺好看的 就很适合你上面去搭配一件长毛衣这样去穿 前面几套都太女性化了 我们这一套来个酷一点的 然后呢这个墨镜是我最近新买的一个墨镜 它是Gucci的 是不是真的 我觉得我穿这一套哪像是去过情人节的呀 我觉得这些是去打架的那种感觉 这个模型我觉得我还是当一个发卡别在头上会更好看一些 前面这几套都表的女性化 这一套的话我就会选择了稍微有一点点我自己平时风格的这种感觉 虽然说它还是西装牛仔裤 但是不太一样的是我里面的这件衬衣相对来说还是表的女性化的 可能买了已经快两年了吧 一件isabelle mohan的衬衣 但它本来这块里面有一个非常厚的垫肩 然后穿出来是这个样子的 我就把这个垫肩给取掉了 这样的话外面你去搭西装啊什么的时候会更容易一些 而且其实本身它的这个设计就是会稍微有一点点扩肩的感觉 所以这样穿的话就不是那么的夸张 然后这一件衣服它是这种雪仿的材质 所以说整个的气质上面看的话 其实就已经是很女性化了 那我下面就配了一条这种紧身的牛仔裤 然后一双表尖的靴子 然后老师呢我就配了这个 也是我已经戴了好久 这个是一个牛角包的设计 就很有法式的感觉 正好这个衬衣的品牌它其实也是一个法国的品牌 所以说在首饰和单品上面 其实风格是比较统一的 会有一个相互呼应的感觉 下面这一套就是衬衣属于非常非常的女性化 然后它是来自于法国品牌Sazen 然后我下面呢就配了一条 Isabelle Mohan的这个短裤 然后它这个短裤其实面料还挺厚实的 现在这个天气穿也不是很冷 今天因为是光腿嘛 如果说在那边的天气会更冷一些的话 其实给里面穿一条丝袜 然后再配一个长裤 可以说到乐福鞋就已经很好看了 然后今天搭配的这个老师呢 还是没有做任何的改变 这就是这个牛小包的耳钉 然后呢我准备给它叠加一个项链 这个项链是这个星座的项链 我选的是我的双子座 我觉得这种项链就是技非常的有意义 同时它的一个设计方形也很特别 而且很有存在感 我就准备把这两个项链这样给它叠搭在一起 好了以上就是我的五套穿搭和我和大家分享的这些首饰 那我会把所有的首饰和单品的详细信息放在下面的信息栏 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 那就祝在这个情人节有情人终成眷属 大家情人节快乐 拜拜